李连杰 李连杰还和好友在家中设宴招待鲁玉 两人谈笑风声 气氛十分融洽 早前李连杰现身香港支持好友刘嘉玲的舞台剧 岳父丽永熙也有参演 据说这是她最后一个舞台剧 做完就退休 虽然励志没有出现 但李连杰代表老婆前来捧场 也令岳父十分高兴 问及被死亡被残废 等一系列外界误传的消息 李连杰表示每次听闻都是一头雾水 只觉得好笑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